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的 接下来呢给大家来看一张照片 就是这个杨颖还有这个黄晓明 所有人都说特别登对 对不对 就是错呀 就是狼才女貌的感觉 对呀 但是这只是大人眼中的他们 如果在小孩子眼中呢 就有人放上了一个熊孩子和妈妈的对话 他们觉得呢 这个黄晓明是杨颖的爸爸 踢完之后黄晓明会不会三道杠 我觉得三道杠不够 五道杠吧 怎么回事呢 就是因为这个小朋友呢 其实在超市看到了黄晓明的海报 然后平时的小朋友呢 很喜欢看跑男 所以知道杨颖 所以说妈妈我知道 这个人就是杨颖的老爸 就完全就是大误会嘛 是不是 真的 我觉得黄晓明下次要赶快 给这个小朋友见个面 好 我来沟通一下 把你这个暖男的气质好好体现一下 对不对 好 讲眼圈的暖男的有很多 接下来还有这位哦 昨天由张汉首当制片人 与韩国人戏女神高俊熙主演的电视剧 夏梦狂失举在上海外滩热排 当天正好排的是一场高俊熙身体不适 由张汉体贴的服务者的画面 而在戏外呢张汉对首次来中国拍戏的高俊熙 也许关爱有加 女大如此贴心的 唐主就连小编也要把食不住了 而来自韩国的高俊熙 似乎跟张汉特别的投缘 对着镜头就大赞张汉是暖男 一直以来张汉和鼓励那家的恋情 就是媒体关注的焦点了 直直在选择女一号时 张汉作为制片人 却抛弃活生最大的女友那家 而选择韩国女神高俊熙 也是着实让人意外 当被问及鼓励那家 是否会来谈判时 张汉只是尴尬娇羞一笑 就被工作人员打断了 小编的名 哎呦 唐主也会羞答答 首先保护穿山甲项目 启动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 演员杨颖以野生救援 公益大使的身份亮相出席 在台上呼吁大家保护穿山甲 而私底下baby也非常爱小政府 在香港和上海的家中 养了不少小猫小狗小乌龟 不过呢最近杨颖却因为小动物 越来风波 她在微博分享自己的 哲儿猫身下小猫的照片 并声称猫不需要结扎 不想这个举动招来网友好红 昨天她就首次对此事做出回应 这又是保护穿山甲 又是养猫养狗的 既然这么有爱 不如赶紧生个小小名 或者是小baby吧 结果呢杨颖婚后工作忙不停 这生子计划 什么时候才能排上日程呢 既然现在我在努力地工作 然后并且有一定的影响力 大家会关注到我说的或者我做的事情 我就有这个意味去多做一些 可以帮助到很多人 或者帮助到很多动物的一些事情 当然我也会有 我也会有另外自己安排着别的时间 去做自己的生活 所以谢谢大家 从古剑集团到风中结缘 再到克拉恋人 迪迪热巴饰演的角色 虽然多金又美貌 但无一例外 几乎都是在倒追男主角 最后惨变炮灰 古剑集团中 小师妹一直送不出去的剑碎 更一度成为网友热议调侃的话题 热巴也因此陷入到一个倒追魔咒中 那不知道在生活中 热巴也会像剧中一样 很主动地追男生吗 我不会 我其实生活中 我是属于一个比较 被动的一个人 不太会表达自己的情感的那种推行 然后而且我觉得 就像去喜欢一个人 然后去追他 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 我觉得我可能没有这么大的勇气 昨天导演戴慈杰 协主演刘亦菲 刘夜 余少群等 在今出席中法 合拍电影夜恐惧首映发布会 片中 唯一一位女主角刘亦菲 得到重男生的一致夸赞 尤其是刘夜了 更是不敢幽默本色 一上来就叫人家刘亦菲姐姐 这是什么情况呢 刘夜 你已经是当爹的人了好吗 还这么直白表达对女生的爱慕合适吗 不过这还没算完 刘夜回想起当年偶遇刘亦菲石的心情 更是一有未尽压 好多年就有一次去美国 在飞机里呢 这儿跟你一根围话 哎呀 那个时候 哎呀 你怎么能到 什么感觉 赶紧说 我是坐后面还是特别 其实并没有那种 还有记忆 十几个小时 我也没睡 小明年平社长安娜 喊你回家会捶一本楼 乐阪天组织报道 接下来我们要提到是玉语的代表人 小月月 夜云桃 我的天哪 现在真挺像 标志性动作 没错 提到小月月呢 这两年真的很红 很多人很喜欢她 觉得她好像很可爱的样子 之前呢 就有人一直说 哎 她到底结婚还没有结婚 结啊 听起来 儿子都看到了 不是跟她讲的一模一样吗 那些网友好不好 但是今天终于知道 她有没有结婚 有在网上看她们的照片吗 她老婆的照片 庆祝她老婆生日的照片 对 而且呢 还附上这个爱的表白 就是我看这个照片呢 觉得这两个也挺登对的 她老婆的确长得是挺憨厚品质的 你觉得她真的喜欢听这个词吗 憨厚 你看老婆长得还挺漂亮 实在美丽 好吧 是的 不过我觉得小月月 现在的幸福呢 真的除了她自己努力之外 还要感谢一个人 她的师父 郭德格老师 昨天改编自 正军同名漫画的3D动画电影 摇滚藏敖 在北京举行发布会 除了援助作者正军 带着奇儿亮相外 就连参与配音的 郭德纲郭氏父子 也是一大家子 骑刷刷出动的 所以整场发布会 宣传了电影 没小编 我是不知道 反正竟是看着 郭德纲搞笑了呀 大家好 我是那个郭德纲 这个都是我儿子 我不承认的 这首大儿子郭麒麟 所以您 蒙哥您先犯下的错误 哎呦 郭老师 您真是爱说笑呀 这个多年前 犯下的错误 不就是那个 在微博炸开了锅的 迷你版小月月吗 哎 既然她来了 那小编 我真是迫不及待地 想要看到 小小月的迷你版表情包了 你会说吗 迷你旁边那个 小学剑的那个词 会呀 你说那个 说我听听 我的天哪 我的天哪 这相续程度 简直是惊世骇俗 这相续迷你跑了 谈了好几天 后来实在是没有决言观景 总而言之呀 郭德纲对于儿子郭吉林 这部首度触电的作品 真心是活出去了 不但搬来德云社 就连在发布会现场 也是各种火力全开 段子切飞 只是有时候搞笑惯了 难免也要来试试真情流露 我爱你而老 别看公司父子在这上演了好一出相亲相爱的戏码 但是断绝父子关系的梗 那是走到哪都得提嘴的 这回可是好不容易等到父子通台了 那当然必须的肯定 一定要来问一问郭老师 我是郭吉林呀 就凭您如今这长相早已经火成国民老公了 老有人说我今天长得好看什么的 我真是不敢当真不敢当 我那边做个孙乐草原 带着网 你的心也太关了 老师遗传的好 这说话 看来呢不但就长相遗传了 就连嘴皮子的功夫也是生得真传呀 那不知道是不是会为了感谢 给予梁浩基的父亲 在即将到来的父亲节里准备一些什么精细呢 我希望我爸跟郭均老师一样 就喝了什么精气就好 郭吉林不拿钱当钱 当命 所以我们这些年来经常给过的说 要学会给他买礼物什么的 但是很好 他学会的抵制是这种繁华 但是他其实一会儿在一块儿过日子 他总的事就是最大的远离的处女和货 然后远离的处女和货 我平满意现在过期里 请问您不满意也没把他退货了 乐平北京报道 所以要说这个事情呢 对于我们的福州市民来说呢 很幸福这件事 因为我们福州通地铁了吧 有没有去坐地铁 没有啊 因为我家门口那个还在修啊 我还在等两年 跟你说有机会真的要去尝试一下 因为我们这个福州地铁 有一个车厢呢 很特别 是体现我们福州特色的 那就是茉莉花主题 像你这种漂亮女生的话 很适合很清香的感觉 打住 因为我有看照片 那张照片我觉得我进去会晕掉 为什么 因为密集恐惧症 到处都是那个小小的茉莉花 我就一进去我进去 啊 晕倒 晕出来的感觉 如果看到这样的两张图片的话 你会去会更晕 为什么 因为有很多福州市民呢 他脑洞大开 他说要体现更多的福州特色的话呢 建议这个车厢 也可以啊 包装成什么肉燕主题啊 或者是那个鱼丸主题 有没有看我表情 有没有看我表情 这样真的可以 确定可以吗 真的 对 比如说是吃饱了 一踏进车厢了 会不会 好撑的感觉呢 对 我会觉得 这些好难过 但是这个创意 创意很好 还是值得有的 在娱乐圈里啊 有言有实力的人 多低调都会被人挖出来 这部的老干部郭建华 今日竟然 因为早年出演的 一部电视剧片段 分分钟又攀上热搜 这一切的一切 只因为在电视剧里 华哥是这么说的 我从来不相信警察 我不是一个警察的身份 向你做好真理 那你是一什么身份 一个又帅又正直的 这气份本来不是很凌厉 很紧张的吗 这生子关头 你怎么突然自恋起来了呢 话说回来 不仅仅在影视剧中 强调自己美貌 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你承认哪场 不去我记得了 好吧 确实上都不错了 不过差我很多 这这这 虽然呢 这说的都是事实 可华哥 你能不能稍微矜持一点呢 同样 你是高延迟的晚凯 但自恋这方面 是一点不输给霍建华的呀 那以前他有要求吗 没要求 我一说有要求 大家都照着我这个要求 去整啊 那怎么办 我说凯凯华 要不是看你 长得帅的份上 笑编还真想拍你呢 尤其那明星们 不再流行高高赛上的高冷饭 更多的开始接起第七二环走心 可有时这心路历程 还没怎么走 这划风就开始跑天了 比如 从前让人遗憾 就觉得害怕的孙宏雷 现在已然变成了行动的自恋神器 原本以为只是节目效果 可没想到孙宏雷的自恋是玩真的 就每一句的颜值高 红雷哥都是发自真心的呀 那么对于这么厚脸皮的艺人 就得有人来接着他了 看我的眼尿 看我的眼尿 我看不见 我看不见 都说谦虚的人大多一样 而脸皮厚的人是各有全球的 热情另外一位颜值担当高晓松 就是能与孙宏雷一较高下的阎王 不知何时起啊 高晓松开始自拍成魔 是不是在微博上就来一个酒联盘 吓坏了一众围观群众呀 最近在微博上又发那个 就那种自拍 脸大怕什么 而且现在确实有点小了 我说晓松大人 您可别逗了好吗 好好的做一枚才子不好吗 而虎华市市场刘烨 同样也是娱乐圈里 一个大雪加粗的后脸皮 平时呢 在微博上就是疯疯癫癫 各种卖萌耍宝当网红 更令人霸解的是呢 他居然还有开微博 消耗自夸的行为了 在我开微博之前 我也就申请了一个 偶尔平上去搜索自己名字了 看谁骂我 往匿名留言去骂我 你不了解刘烨 刘烨特别好吗 社长呀社长 您真是玩得一手好精分的 不过话说回来 初美并不是男性的权利 自恋的女性们 简直不要太多 小天后才一灵 一贯都是低调努力的代表 然而有的时候呢 还是忍不住显露 女生本性小小的春美一番 想到那个体验职业的角色 你有想过 如果你当一位新闻记者 你会想要问才有意思 天哪 你怎么身材比例这么好 小天后尚且如此自恋 更别说老天后了 别看现在的王妃 总是一副与世无章苛苛的样子 谁不知二十年前的她 一样也是没自恋少女呢 现在我最大的烦恼就是 太红了 好吧好吧 你红你有理了 而男的就是呢 飞姐直到现在 依然是红到不行 真是连打脸的机会 都不给别人呢 其实呢明星们 偶尔说一些自恋的话 非但不会有伤大雅 相反还有几分可爱 只不过呢 再次笑编还要多提提一句了 臭美也许适度 如果过了头 小心使得起反 疯狂掉粉咯 乐团天组合报道 动画电影 愤怒的小鸟手印 关小彤站台礼品 欢迎来到日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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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播出的 一乐乐翻天 大家好 我是吴祥 大家好 我是吴祥 接下来讲讲 女明星都很爱美啊 是我懂 不是之前有传说 范冰冰她的面膜 是一张接一张 在家的话都不停的吗 我觉得 我觉得李丁冰 这一次这个面膜照 胜过范冰冰 绝了 对 大家可以看到呢 就是她在这个照片当中呢 不单单是附了面膜 而且呢 还戴上了墨镜 你看看 又保养 而且耍酷哦 所以的李丁冰 你是感觉不错 很有创意了耶 真的是玩笑的感觉 没有 不过现在啊 真的女生太会保养 就当了妈妈之后 也完全显示不出来 看着永远是青春亮丽 感谢 此天贾清文 身着一袭白色小长裙 亮相上海出席某商业活动 已经年过四十岁的贾清文 岁月并没有在她的脸上留下痕迹 不仅外表趣致好 连身材也越来越紧致苗条 小编想知道要怎么做 才能像你一样保持得这么完美呢 我觉得心情很重要吧 没有什么太多的烦恼 其实像对我来讲 我是一个很满足的阶段 所以或许在做很多任何事情 那个状态跟样子都是 是藏不住的 就会让我觉得很开心 贾清文在与修杰凯结婚后 并开启了偶像剧般的生活模式 日常微博就是晒步步照片 与修杰凯秀很爱 却难怪贾清文的心情 每天都是开心的 不过呢 禁于修杰凯入伍兵役 贾清文就以女儿步步的口气 在微博上隔通喊话 我想你啦 把笔 这是在替女儿表达 想念爸爸之情吗 她晚上半夜会起来 会往爸爸的方向去找 会出哭一下 我觉得她是有一点感觉 其实范范空降广州 出席某品牌新品发布会活动 自去年生夏 菲菲和香香之后 范范就把生活重心 从工作转移到家庭 这次空降广州 也是用她那一句话 这次离家出席活动 算是难得的偷偷戏 我是范范呀 多出来走动走动挺好的 至于带娃嘛 交给黑人 你还会不放心吗 妈妈总是会 担心一定会的 对小孩所有的事情 都会很牵挂 所以我真的是出来一趟 觉得要一直打电话回家 看家里有没有什么情形 真是木行清理 担忧儿 不过呢 既然你和黑人 都那么喜欢小孩 你的好姐妹 大S都生二胎了 有没有打算 给熊猫兄弟 添个弟弟妹妹呢 我怀孕的时候 胖了大概二十公斤 我暂时没有要 想要生下一个 下一个的计划 整理动画电影 愤怒的小鸟 昨天在北京鸟巢 举行盛大的手应礼 这部电影改编自 同名经典手机游戏 而作为这款手机游戏迷的 关小彤出席了手应室 不仅现场与大家 一起互动玩游戏 自己也表达对影片的期待 你就是上海鸟 我非常喜欢买这个新鸟 它有幽默的幽默感 没想到关小彤 竟然挺爱粉碎小鸟 就可以让我们的主角 胖红有点小郁闷 要知道影片 在海外上映时 照访口碑早已非常火爆 而这只天生粗眉 又肥嘟嘟的胖红 更是被金冠贾多宝 聘请为大战无名火 全球大使 与电影一起展开 全球的营销提款 因为加勒宝具有 这种月份上海的功能 愤怒的小脸 我们知道 愤怒的小脸 他们是一群 这个有火气的小脸 然后他们又上海 把这种火气 转换成 转换成一种改变 现状的一种力量 那么 这两个的 这种属性 是非常的旺 欢迎来到 玻璃海大点心面 娱乐显微镜的环节 这答的问题呢 就有机会拿到我们奖品了 来看看 昨天问题的正题答案呢 是张力 恭喜一下的朋友 除了获得好超给力 玻璃海大点心面 提供的大礼包份之外呢 另外还有 N0亲笔签名的专辑 送给你们啦 好 我们再看 今天娱乐显微镜的问题 问题就是呢 站在这个车旁边的人 是谁呢 如果大家知道答案的话 赶快通过微博和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 回答正确就有机会 可以获得玻璃海大点心面 送给出大礼包 以及终于让 请你签名的写生书啦 是的 希望大家赶来索取啦 今天节目就这样 明同时间 我们再见咯 明天